Hello 我是營養師咪咪 今天有預備了一個新的菜式 介紹給大家的 這個就是自然羊架 我在超級市場買了紐西蘭羊架 羊肉的營養架非常豐富 它有優質的蛋白質之餘 當中的鐵質也非常高 鐵質是可以維持有良好免疫系統的重要營養素 稅則健康飲食 少點選紅肉 多點選白肉 但是如果我們在日常飲食中 適量配合紅肉的話 其實可以確保我們吸收鐵質足夠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羊架的脂肪略為高了一點 所以要配合健康的煮食方法 第一,煮食的時候不要再下油了 第二,盡可能把肉裡面的脂肪 再逼一點出來,就吃得更健康了 而調味料方面很簡單 只要加四種 就是薑蓉、蒜蓉、脂鹽粉和雞粉 雞粉我一定要用無味精 因為它比有味精的話鹽粉會低一點 但不是每種品牌一樣 所以在最後的材料我寫下了品牌 如果味道比較溫和一點 你加少許糖去平衡的話 出來就很好味道了 好了,輪到醃去了 把調味品混合在一起之後 塗在羊架裡 我想入味一點 所以骨與骨之間切一刀 把調味品盡量醃進肉裡 大概醃5-10分鐘之後 預備一個托盤 鋪上石子 放個羊架上去 就可以預備放入焗爐了 我設定了焗爐100度 慢煮它45分鐘 因為100度是一個很安全的煮食 食物不會焦 但你不要想它會乾 它仍然會很有肉汁 到最後的話 我就會把焗爐轉為烤 或者你可以以180度焗的模式 去焗多5-10分鐘 之後就會有完成品了 這個完成品 你會看到有些油份 那裡我也想大家把它倒掉 因為我們要吃得健康 但其實倒了它之後 仍然很軟的肉 和很美味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 我這裡給你們的成份表 你們可以跟著去做 嘗嘗看看好不好味